巴基斯坦表示,在得到TikTok公司,将阻止低俗及非法内容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被用户看到的保证后, 他已解除了对这个短视频分享平台的禁令。 在采取这个10日前,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这个国家监管机构以不雅、不道德的内容及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为理由,暂时禁止公众访问这个受欢迎的平台。 当时,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为这个国的决定进行辩护,声称已多次向该公司发出正式警告,并且给予该公司相当长时间来对这些担忧作回应。 TikTok的恢复必须严格遵守该国平台不能够被用维系传播低俗、不雅内容,并且是不得濫用社会价值的条件。 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在星期一的一份声务当中表示,他们警告说如果上述的条件未能得到满足,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将不得不冥构性的封锁这个应用程式。 该国监管机构还提到,TikTok的高级管理高层系统保证,将会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TikTok传播非法材料。 中国的字直跳动拥有的TikTok没有立即对恢复他们的服务作出反应,该平台之前批评对他的禁令令人失望。 巴基斯坦并不是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受到压力的唯一一个国家。 他的邻国印度以网络安全担忧怀理由屏蔽了TikTok以及中国公司开发及其他数十个应用程式。 TikTok在美国亦受到密切审视,美国是该公司收入最多市场。